h efficacious Hello 姐妹會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馬克 嗨 我是瑪莉 歡迎來到男女友適碼 好多事情齁 今天你有什麼事呢 施主 今天這個事情呢 老實說我覺得就是算是 頻率很常在男女友適碼出現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已經看了我們就是 就是我剛才講一百多集 看我們幾間男女遊戲嗎 怎麼還會這麼困擾呢 就是沒有辦法為什麼還是會這樣 MP的問題是 我的藍炎知己帶我去吃飯 送我禮物 我發脾氣他都讓著我 充滿很貼心陪他逛街 中間我們有吵過假 當時冷戰了兩三個月 但中間我們都有斷斷去聊近況喔 但是這種冷戰的時候 他交了旅遊 我們之後約見面去吃飯 而且一樣 變了每個禮拜都會見面了 他生日那一天 我們發生了關係 沒多久 他跟女朋友分手囉 然後我們就依舊維持 繼續吃飯見面聯絡 然後又睡了幾次覺 有一天我跟他告白了 被拒絕 我就跟男生說 那就不要對我有超過朋友界線的好 不要這樣溫柔的對我 但隔天他又裝沒事一樣 跟以前溫柔的對我好 沒有任何的改變 我現在該怎麼辦 好暈啊 你們臭男生都這樣 好暈啊 暈船了 暈船啊 我們說要解釋暈船這個 詞惠嗎 應該不用吧 暈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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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感情當中 率先投入感情的那一方 另外一方 對另外一方沒有對你這麼有感覺 可是你對他已經沉下去了 已經把心交出去給他了 可是我覺得至少 好像不能幫爛人找優點 就是你跟他告牌 他還是很直接拒絕你 你現在要稱讚這個 至少給你答案 他很明白告訴你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我不想負責 對我不想負責 所以我覺得女生要 就是我自己想要女生能做 就是你自己拉好你那一條線 因為雖然你有說 我拉好的界線 你不要抄線喔 可是你不能指望別人能不能抄線 是你能不能把持好你那一條線 所以是怎麼樣 那條線可能不是畫在桌子上 那條線可能是我自己拉著的 就當你要靠過來的時候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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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當一直退的話 就是給他機會這樣試你的底線 就沒有底線啊 應該是他一超過就打手啊 所以我還是一直維持在這裡 你的線就是拉好 你不能因為對方 又做了什麼溫柔的事情 就帶你吃了幾次飯 或是猜一下性技巧有多高超 你就覺得 那個線好像又可以就是 這邊可以過來一點 那邊可以過來一點喔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 他就是看準那個線就是 搖擺不定 所以他吃你吃死死的啊 男生就是看準了你就是 我現在就是我要對你怎麼樣 那就可以怎麼樣 但是這個狀況我覺得 是也蠻難當朋友的 一般朋友 就是你也不用拉線 就是你跟這個人 根本不用有線存在 因為就是已經沒有辦法了 你就是已經 你已經愛上他 你就是喜歡他 結論就是 你愛上一個沒有跟你在一起的人 幹嘛 有點難過 有點懶過 怎麼會這樣 我連身體都叫出去了 所以這個時候只能 希望有一天你突然清醒對不對 就是清醒說 這個關係可能 不是你要的關係 如果你要的關係是 能夠跟他好好的在一起 那你要很明白 知道就是 這是一個機率很低的事情 我覺得在回到之前 你常常很 跟大家一直在推廣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值得一個好的人 這樣子 他聽起來就不是一個好的人 你也不用怕 錯過他 沒有另外一個 不會沒有另外一個人 帶你去吃飯 也不會沒有人再也不送你禮物了 不可能沒有人 要對你溫柔跟貼心了 你都會遇到下一個這樣的人 現在NT的那個困擾點 就是在於說 其實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只是差別在於 就是這個很好的人 他不想跟我在一起 對 所以就是 這個矛盾點 你要看清楚 雖然當局者迷 可是所有的 現在在看姐妹 他朋友們 都知道 就這個男的不想負責 這個男的就是 可以跟你做愛 然後可以對你付出 可以享受曖昧 這樣很棒 這就是他要的 這就是男生當中的夢想伴侶 夢想關係 不是伴侶 夢想關係 超棒 男生都喜歡這樣 走開走開 熬眼 男女有事嗎 我們下週再見 掰掰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 男女有事嗎 留言喔 留言留言留言 當然最重要的是 要記得訂閱我們喔 按下小鈴鐺